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142点 整体的趋势从上升变成有一点点盘整 甚至有似乎是有一点点做一个拉回 那这个盘是未来目前怎么看待 未来跟现在 未来的走势 未来的变化 你现在就要准备好 我们跟各位讲过 这个大盘其实还涨集叠是多头特性 这一次大盘从13000 一路涨涨到14427 可以说速度非常快 那上涨的过程 你就做多 区间震荡 资金调节 再上涨 做多 你只要做多条件不变 你就要坚定 不要晃来晃去的 那在12月11号的时候 当时我讲回撤14132 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留了下引线 往上拉 所以我讲你做多条件不变 就要坚定 可是昨天我为什么要出掉松腾 昨天第三根的黑K 各位看见没有 这条五日均线从上涨变走平 甚至准备下弯 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开始准备下弯了 所以这两天就是你关键 就是你关键的时间点 今天点142点 一定有人问 我今晚买高票的富败 我现在出股票来不来得及 重点是你要出什么股票 你要卖什么股票 那什么股票 你要早寻好买点 很简单 明年有涨价题材的 明年获率看好的 明年供需吃紧的 拉回你就是买 我一直跟各位讲 过高不要追 过高不要追 好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所以我说我昨天把松腾出掉 松腾 这个小心股 我们先不谈 我们来谈什么 我一直跟各位讲国具 来 国具今天 杀到486.5元 杀三十几块钱下来 你500块钱以上的投资人 你在这里 你还是要勇敢做多 还是做一个调节 我所谓的调节 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未来长线看多股票 你波段持有 可是你来回的价差操作 可以增加你的获利 今天拉回 跌了三十几块钱 今天讯息 国具今天果然拉回 跌破500 上回我们大赚获利 卖了一半的持股 卖了一半的持股 理由很简单 写在这里 外资 放假 大型股 容易 拉回 还有500块钱之上 其实你看着我 跟着我这一路走来的投资人 你几乎全部赚钱 我在节目当中 上个星期 来到526块钱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跟各位讲 你要能够有 拉回能够有买进的勇气 跟买进的资金 前提是 你不能无限制的一直买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有些解盘节目的 你今天是A股 A类型股票涨停 明天B类涨停 后天C类涨停 传产 电子 生计 换来换去的 你永远赚不到钱 你们只是被涨停板的迷思 我问各位 你被动元件 至少有40档股票 至少有四五十档股票 一年52个礼拜 你每个礼拜买一支 你差不多买一年 你才把被动元件 统统买完 那我只跟各位讲 你做龙头国具 不会做的 你就做龙头国具 产业好 龙头不可能不好 所以当时 来到526块钱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领先重压 你在低档买好买满 这种股票 你资产大的 你有几千万 你有几亿的 你买50张100张 你的资产绝对够 而且你好净好出 我说都不是问题 你一张是13万 一张13万 十张133万 100张1333万 这个数字 我都跟各位讲 我说现在重点 你这一波400块钱以下 你敢不敢买 我不但买 我还跟各位讲 我说龙头股 你买得多 你就能够赚得多 有没有 我们在400块钱以下 持续跟各位讲 涨也讲 跌也讲 从400 390 400 一路慢慢慢慢跟各位讲 一路介绍 我说500块钱以上 你看我节目的 你全部都赚钱 来 380 390 随便你买 400块钱 都是三字头 三字头 11月4号 三大法然同买 你有一张的资金买一张 你有10张买10张 你资金大的20张30张 都不是问题 418 涨上去跟你讲 445涨上去 一样跟你讲 买龙头买得够 400块钱以下 一路上去 强势骨 拨断持有 来回降差操作 你会不会做 你不会做 没有关系 但起码你拨断持股 你抱着 你就报牢 坚定报牢 454块钱 你坚定报牢就对了 470 你如果懂得 波段可以做加码 上去做减码 你赚的当然不止这个 那我现在单纯就跟你讲 你只要从这里 跟我开始大买的 其实你怎么卖都赚钱 来到短线500块钱 从三字头到四字头 最后到五字头 我跟各位讲 你看我节目做国劇的 全部都赚钱 五百二 五百二十六 那今天拉回呢 获利卖半数 半数持股 波段 继续持有 我如果今天认为 国劇 在五字头 他就走完了 他不会再创新高了 他也没有 价差操作空间了 那么我会把股票 全部一张不剩 国劇通通卖掉 我不是省 我没有办法卖在 五百二十六块钱 然后今天给你接回 我不是 可是我采明一点 很重要的事情 五百块钱以上 你看我节目全部赚钱 那请问各位 今天跌了一百四十二点 盘中一千六百 有大概一千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档股票下跌 你如果不小心 买了一堆股票 手中很多很多很多档股票 请问你怎么照顾 第二个 我国劇四百块钱一下买 我轻轻松松的 获利卖半数 五百块钱以上 获利卖半数 拉回是不是机会又来了 所以很多人想做国劇 或手中有国劇的 他们很喜欢看 我在解国劇这张股票 你怎么把握加码机会 可是加码不是无限度加码 不是一直买一直买 那一直买还不简单 就告诉你买买买买买 买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 手中资金有那么无限制吗 有这么多资金 可以这样一直买吗 这就为什么一般投股老师 很多人每天都有涨停板的股票 就后面一连串的股票 一堆股票 松腾 来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45块钱 我带着你轻轻松松买 我带着你买 有没有 创新高 来到59块钱 所有人都赚钱 跟国劇不是一样吗 所有人都赚钱 所有人都赚钱 创新高 昨天635 10月14号 大专入贷 什么时候 12月14号 创新高 我为什么出掉 各位去想想看 难道我会是用拆的 拆的这么准 创新高就出掉 今天就跌142点 国劇500块钱以上 获利出一半 今天就跌142点 国劇今天就跌30几块钱 今天来到54块3 昨天 今天差了9块2 请问各位一点 难道我真的是运气这么好吗 不是 因为 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股票 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会说今天 钢铁股强买钢铁 航运股强买航运 电子股强买电子 重点是你买了之后 你后面还有一托拉库 没有卖 那请问各位 今天1600档下跌 怎么照顾 对不对 出掉很简单 你就有资金可以买 你就有资金可以买 昨天 12月14号 买位数 今天12月15号 慢慢慢慢的 逆势拉到涨 停 板 大盘跌了142点 我昨天买进的位数 昨天 今天 涨停 板 我想这总不是运气吧 我想这总不是运气吧 敌部整理完毕 发动上去 什么叫领先市场 掌握未来 就像松腾一样 我45块带你买 来到创新高63.5带你卖 带你进 带你出 带你进 带你出 国具也是一样 400块钱以下 跟你讲 买进 买进 500块钱以上 告诉你 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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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各位 国具的买点呢 我出一半 未来就是要把另外一半再接回来 那国具的买点呢 你不要再去想说 哎呀 400块钱以下的价位 短期之内不会来 短期之内不会来 你要的是 如果你现在有国具 你想要加码 或你想做国具 或甚至你有被动元件的 你看到我们国具的操作 那国具买点呢 我直白问各位嘛 国具买点呢 但是你不要期待 老师啊 你买的时候再告诉我 我买的时候再告诉你 那可能差一天 就像500块钱以上 我把国具出了一半 今天国具跌下来 你跟我就差30块钱 因为肋骨轮动很快 所以买进卖出的时间点 以及价位会波动得很剧烈 你知道这样差多少吗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人带着你 你会比较安稳 好不好 所以国具 未来买点是什么 想操作国具的 手中有被动元件的 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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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唯词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你做未来最强的主流股 赚钱 这自然的 你怎么放大你的获利 强势股 波段持有 来回加拿操作 领先市场 你才能掌握未来 财富自然滚滚而来 国际的买点 383 11月4号 跟各位讲 在这里你要注意 三大法人同买 我们跟各位这样讲 我们跟各位持续这样讲 一路上涨到500块钱之上 我也告诉大家 五字头以上你随便卖 对不对 这每一档股票 其实大家都已经有见证到了 这松腾 45块钱 带着你买 63块5 带着你出 带你买 带你出 带你买 带你出 这一段呢 只有买 没有卖 那是空谈 追在这里 那更不用讲了 昨天创新高 大战入带 今天来到54块3 昨天 今天 插了9块2 盘面上这种状况 这种例子是 屡见不鲜 插了9块2 那一次插9块2 十次是插92块钱 每一档股票都这样差 那你跟我们距离会越差越远 难道我是运气吗 今天大盘跌142点 我昨天松腾获利创新高 创新高 获利出掉 今天跌到543 难道是运气吗 那卫美运气也太好了吧 松腾像这样子 带着你买 带着你卖 带着你买 带着你卖 不用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 你一样都轻轻松松 赚了放在口袋里面 也是很轻松 那大盘今天跌了142点 你松腾昨天 获利放在口袋里面 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 我们不要讲快乐 对做多得而言 你如果没有懂得 获利调节一些股票 减码 那其实今天来讲 心里是很忐忑的 更不用讲 你没有资金 昨天买进了吗 哪有资金买 12月14号买进位数吗 昨天呢 今天盘中还加码 今天盘中还加码 大盘跌142点 位数攻到涨停摆 位数来到涨停摆 盘中的1600多档股票下跌 我昨天买进的3508的位数 12月14号 昨天买进的位数 今天涨停摆 第一步整理完毕 发动 权力做多 又回到那句老话了 强势股 核心股 波段持有 来回价差操作 你没有价差操作 你只有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不要说你能够赚到大钱 你连涨停板的股票 大涨的股票 主流股 你可能都买不到 因为你没有资金了 所以国剧出版书松弹入带 今天大家可以见证到了 盘下跌才看得出来 盘上涨每个都是涨停板 每个都是一堆股票 每个都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今天电子股强就有电子股的涨停 明天钢铁股强就有钢铁股的股票 那好像 每天 都只有那个最强的股票 其他股票都没有 其他股票都没有 哪有可能 盘迭在看得出来吗 对不对 发动啊 所以国剧也是一样 今天下跌 跌了三十几块钱 又跌破五百了 来到四字头了 来 国剧 我们在五百块钱附近 获利卖出半数持股 对不对 走完了 走完了 我说明年的产业 涨价的股票还这么多 这样就走完了 那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们被动元件的产业了吧 不过重点是这样子 你如果没有国剧出半数 你如果没有松腾入贷 接点一百四十二点 明天我跟你讲再修正一下之后 我再跟你讲任何股票你都不敢买了 我现在问各位 国剧买点在哪里吗 11月4号 400块钱以下 告诉大家 你就用力买 那接下来国剧的买点呢 对你手中有国剧的 或想做国剧的 这个目标价其实我很清楚 不然我今天不会出半数 我会全部出掉 也就是说国剧的未来 我们看好 它还有向上的实力 所以今天你想做国剧的 或是你手中有国剧的 又或者是你手中有被动元件的 国剧买点在哪里 光看的不够 一定要跟着操作 你才能真正的在实战当中赚到钱 好不好 国剧买点 欢迎 想做国剧 手中有国剧的 都跟我们来做联络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